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汉一直听从医生的建议坚持运动锻炼 由于北方的冬天经常刮风下雪 老汉便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在室内进行锻炼 前两天刮大风 室外不适合锻炼 老汉于是决定在家里做做运动 老汉突然想起来仰卧起坐可以减掉腹部脂肪 而自己的腹部确实有坠肉 于是他在地板上垫了几个垫子 尝试做起了仰卧起坐 经过一系列的抗阻运动训练 老汉的糖尿病病症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其实仰卧起坐属于抗阻运动 抗阻运动指的是 肌肉在克服外来阻力时进行的主动运动 能恢复和发展激励 一 研究发现新的长寿运动 英国运动医学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 做抗阻运动能使人活得更健康 癌症 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的发病率更低 研究人员通过对16项研究进行了风险 这些研究年龄在18到97.8岁左右 人数在3809到479856人不等 最长的随访时间达到了25.2年 去除年龄 体重指数 吸烟饮酒状况 饮食习惯 各类型运动等影响因素后 结果发现 相对于每周不做抗阻运动的人 每周做的参与者 全因死亡率降低15% 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17% 癌症风险降低12% 以及糖尿病风险降低17%相关 而且 做抗阻运动不是越久越好 研究发现 每周进行40分钟的抗阻运动 全因死亡率下降程度最明显 每周进行30分钟 对癌症风险减少最有利 每周进行60分钟 能最大程度降低心血管和糖尿病风险 但如果每周超过3个小时 则会使死亡风险增加10%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这不代表一周的时间里 仅仅做抗阻运动就可以 还应该进行有氧运动 抗阻力与有氧运动相结合 促进健康 2.抗阻力运动 为什么对老年人友好 很多人听到健身增肌等词语 往往觉得这是年轻人的运动 而老年人不需要减脂增肌 其实老年人老了 会面对肌体中的肌肉含量 不断减少的问题 研究发现 肌体中的肌纤维数量的顶峰期 大约在30岁 过了30岁 每年会以1%到3%的速率减少 60岁开始速率加快 并且肌肉质量 力量和爆发力也会流失 因此老年人同样需要锻炼肌肉力量 抗阻运动 又称力量运动 是一种克服外来阻力情况下 人体骨骼肌主动进行的运动 也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说的 力量和器械运动 如仰卧起坐 俯卧撑 起立下蹲 举哑铃 沙袋运动等 抗阻运动有很多优点 能够增强肌肉力量 超过50岁的成年人 选择重复次数较少 和中强度负荷的运动 有利于肌肉力量的增强 能够提高合成代谢 高酮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以及生长激素等水平 能帮助人体 修复受损的肌肉纤维 还有助于骨骼肌合成 和分泌肌肉因子 肌肉因子 可以在身体内通过血液循环 作用于心脏 肾脏等器官 有助于调节人体的新陈代谢 近期 美国癌症协会发布了第三版 癌症生存者营养和身体活动指南 指导癌症患者如何通过改变饮食和身体活动等因素 延长寿命 其中就建议 在满足安全活动时 每周至少有两天进行力量训练或者抗阻运动 三 进行抗阻运动的注意事项 一 要循序渐进 一开始做抗阻训练要慢慢来 给你的身体一段时间来适应 二 以正确的频率训练 平凡的肌肉训练会导致肌肉生长减少 增加疲劳的风险 要给你的肌肉大于48小时的休息时间 即两次训练之间应间隔两天 三 有计划进行 努力坚持进行抗阻运动 你会收获更好的结果 如改善激励 增强骨密度等 要注意运动前的拉伸和运动后的热伸 四 四种抗阻训练 再加教能力 推荐以下四种运动 可以居家进行 但训练要注意动作规范 训练强度量力而行 一 平板支撑 仰卧时 两手与肩同宽打开 并在地面上支撑其肘关节 上臂与躯干最好保持直角 自然伸直颈部 挺胸 并且眼睛注视前下方 保持头部 肩部 胯骨 以及下肢等部位处于同一水平 收紧腹部肌肉和盆底肌 自然呼吸 要注意的是 如果近期肩膀 腰部 背部等部位有疼痛感 最好不要进行这项运动 向腕部韧带损伤 网球肘 颈关节疼痛 肩周炎 有过肩关节脱位病时等 病症困扰的人群 勉强锻炼 会有加重病症的风险 另外腰椎肩盘突出 或腰肌劳损的人群 咨询专业医师后 再考虑尝试 二 臀桥 在地面上仰卧 弯曲双膝成90度 用力使脚后跟踢踏地面 收缩大腿后侧肌群 和臀部肌肉 尽量抬高臀部 在臀部最高点 保持动作三秒 最后慢慢回复原始位置 每次可以进行三组 每组十次 三 俯卧撑 双手与肩自然同宽 并且保持腹部一直紧绷 在进行俯卧撑前 要注意内收肘部细节 动作到最高点时 建议适当弯曲肘部 四 深蹲 抬头挺胸 并使双腿与肩同宽分开 双腿平行 可以使膝盖和脚尖方向 在下蹲时保持相同 慢慢下蹲身体 直到大小腿之间的角度 在70到80度左右 随后大腿用力站直起立 要注意的是 在深蹲过程中 要目视前方 在进行下蹲这个动作的时候 要注意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避免习惯性的脚尖着地 当脚尖着地时 身体的全部力量 会作用在脚尖 很容易拉伤脚部经脉 造成韧带的拉伤 避免膝盖向内扣 这样会加快膝盖的磨损 甚至会导致膝关节受伤 深蹲对人体关节的影响很大 因此不建议患有关节病的患者 进行深蹲运动 另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 高血压 肥胖患者也不建议进行 老年人进行深蹲运动 要谨慎 五 没有条件 试试快步走 如果身体不好 或者不能进行抗阻训练 可以多练习练习快走 北京老年医院老年健康 与医养结合研究室主任 宋岳涛指出 走路快慢 能预测寿命长短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走路时 心脏需要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如果走路更快 说明心肺功能更好 还指出 快步走 调动全身大部分肌肉群参与 可以增加下肢肌肉 以及韧带力量 使关节保持灵活性 使四肢内脏的血液循环加快 有助改善人体有氧能力等 那速度和步数保持多久 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朱新普认为 快走的速度 一般男性每分钟90到130步 女性每分钟80到120步 2020年 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 正常人群 每天行走8000到12000步最优 久坐人群每天从2000步提高到4000步 就会有明显益处 慢性病人群每天行走8000步 可以明显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生率 和癌症死亡率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建议 每天步行6000步 当然最重要的是 根据个人实际情况 量力而行 生命在于运动 不管什么年龄段的人群 保持适当的抗阻运动 或进行快走锻炼 都能使身体更健康 增加寿命延长几率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